不知道什么原因 我生了两个女儿 大女儿生了两个女儿 小女儿生了四个女儿 全家都是女孩子 跑来跑去 非常非常可爱 我曾经跟这儿的姊妹团记 分享了一件很特别的事情 我想在这个地方我重复一下 大家大概可以比较印象深刻 为什么要重复呢 因为神爱世人 甚至把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 爱情是需要给的 爱情是需要表达的 爱情不是用纸印出来就算了 爱情也不是用嘴巴讲 我爱你就行了 爱情是需要有行动的 对 你看看你旁边的那个爱人 你是需要有行动的 你应该不单只爱他 而且要有表现 有一次我的第三个孙女打电话给我 那个时候她大概只有三岁到四岁左右 我记得不太清楚了 刚学会讲话 她爸爸是山东人 她妈妈呢也是一个东 不过是广东 就差得很远很远了 所以呢 她的母语是广东话 但是她的父语是山东话 就是普通话了 那么她在电视上 在学校里头 在姐姐的身上 所听见的就是英文 是吧 所以呢 结果呢 她不知道应该怎么怎么串在一块 英文 中文 山东话 跟广东话 结果呢 她学会讲话的时候呢 就有点困难 有一次她打电话给我 那我把电话筒呢拿起来一听 她就说公公 巴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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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讲了三个字 我说小妹妹你讲什么 她又说一次 公公 巴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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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小妹妹我还是听不懂 就在那个时候 大概我的女儿她知道 我听不见她讲什么 有一件很奇怪的事 我们听见那些婴孩的 哈拉哈拉 或者哔哩哔哔哔讲什么 我们永远听不懂的时候 那个母亲就听得懂 那个母亲就听得懂 所以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在你 私下的生活里头 好好地祷告 我告诉你 耶和华我们的主 我们的神 他听得懂你的朝中话的 他听得懂你的山东话的 他也听得懂你的天津话的 所以你只管把你的心意告诉他 他爱你 他愿意听见你的声音 那我的女儿就跑过来 一抓 把那个电话筒抓过来 他就说爸爸 我说怎么搞 怎么搞 好像我的女儿很不高兴 她说爸爸 你听见小妹妹刚才讲什么 我说我听不见 我只听见两个字 就是公公 其他的呢 哔哔哔哔哔哔哔讲什么 到底是什么呢 我的女儿就告诉我说 她说爸爸 小妹妹刚才说 公公我爱你 哎呀 我说糟糕了 我错过了一个非常美好的机会 是吧 我听不懂她所讲的话 那么后来我的女儿还说了一句话 她说你听见电话里头有什么声音吗 我说听不见 好像没有什么声音 她说因为你听不懂她讲 我爱你 所以她就拿起那个电话筒 她就放在她嘴巴上 所以现在我打电话回家 我都不用讲很多的话 我只拿起那个电话听说 我的孙女们 他们就知道我讲什么 那天我们去吃饭 看见那个饭馆里头 放了很多的那个链 那个我广东人叫做井链 就挂在那个脖子上 什么 听不见 项链 这个项链 我就看见有一个什么 Happy什么 有一个Happy什么 Hallu Kitty Hallu Kitty 我觉得很好玩 我就找那个老板娘 他说你要几个 我要六个 爱情是需要表达的 你爱你的爱人吗 你对他的表达是怎么样的 神说我爱你 所以他就把他的儿子给你 那么你的反应是什么 请大家站起来 我们做一个祷告 亲爱的主耶稣 我们把这个地方再一次恭敬地摆在 您自己的宝血下面 我们知道你因为爱我们的缘故 所以你到这个世界上来 亲自地把你的鲜血 杀在十字架上 以至于我们来到十字架面前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见 您的鲜血从十字架上滴下来 我们也可以伸出手来 把那个敌出来的 主耶稣您自己的宝血 把它拿过来 我们甚至于可以把这个宝血 放在我们的心胸上 以至于它进入我们的生命当中 成为我们生命当中的一部分 亲爱的救助 你这样的爱我们 我们今天晚上爱你吗 假如我们爱你的话 不能够只用一个嘴巴讲 我们必须有行动 就是好像您自己在十字架上 所做的那件事一样 也同样的在今天晚上 把我们自个儿的生命献给您 所以亲爱的救助 今天晚上我们站在您面前 祷告的时候 求助您怜悯我们 让我们了解您自己的大爱 让我们也不顾一切的 把我们的生命好好的叫在您的手中 愿主您自己亲自的在我们 今天晚上这个聚会当中 与我们同在 因为您说过 假如地上有两三个人 奉您自己的名字 在那儿聚会的时候 您就在他们当中 所以今天晚上 虽然我们看不见您 但是我们知道 复活的主耶稣 一定在我们这个聚会当中 让我们可以好好地享受 今天晚上这个聚会 我们把整个的会堂 恭敬的班上 求助的鲜血 把我们遮盖 让我们今天晚上 在您自己的音乐里头 在您自己的诗歌里头 在您自己所给我们的 这个美好的礼拜堂里头 我们可以享受您的同在 我们这样祷告祈求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字 阿们 请坐 今天早上吃早饭的时候 那个饭厅里头只有三个人 就是我 跟另外的两个 那两个呢 我看见他们的脸 好像我们的脸一样 我就问他 我说你们是中国人吗 你两个人说 好啊 我们是中国人啊 我说好急了 那你们从什么地方来 他们说是从深圳来的 他们就问我 你从什么地方来 我说我从香港来 那么我们就弹起来了 我就问他们说 你们信了耶稣没有 大概他们都听过 那个女的就说 你是说那个有十字架在 那个那个那个 礼拜堂上面的那个耶稣 我说是是是是 你们信了他没有 我说神因为爱我们的缘故 所以把他的儿子赐给我们 所以这件事不可以不管 这件事不可以不理 这件事不能够没有回应 我说我们一定要信耶稣 我说因为这个世界太丧了 你看人的道德 一天不如一天 你看世界上的打仗 这是非常非常的可怕 所以赶快的信耶稣 那个男的就说 因为我们所住的那个旅馆 很特别 很primitive 大家知道什么叫做primitive 就是很简单 很简陋 所以我们吃早饭的那个地方 是没有桌子没有椅子 所以我们三个人就站在 那个饭厅中间谈话 这也好不需要谈很久 那么那个男的就站在我的面前 那么从来我没有见过一个人 站在我的面前讲这种话 很严肃 他说 你们信耶稣都是好的 都是好人 因为有一种心灵的寄托 在你们的身上 这是人的需要 人需要宗教 我等他一大串讲完了之后 因为我也站在他面前 我就心里都想 大概这一次我跟他见面 是我人生当中的可能 极可能 只有一次 是吧 你知道我讲什么吗 就是说呢 这一次我见他 然后我们分手之后 可能永远不会再见他 这是我想的 然后呢 你知道我做什么 我觉得我应该给他一个很慎重 很清楚的话 不是责备 不是责备 然后呢 你就面对他 他说 信耶稣是好的 是精神寄托 是宗教 我说 你是百分之一百的错 我不是骂他 我说 我的年纪 相当于你的年纪的一倍 两倍啊 就是 我的年纪比你大 一倍 我说 你要听我讲 他就 站在那 听我讲 我就说 耶稣不是基督教 耶稣是神的儿子 是一个活生生的人 那么他的妻子就在旁边说 那么请问 你是不是说 耶稣跟我们一样 我说 对 耶稣吃我们所吃的饭 喝我们所喝的水 耶稣呼吸我们所 呼吸的空气 还有 耶稣面对 我们今天所面对的 很多的难处 很多的问题 所以他知道 什么叫移民 什么叫做绿卡 你们要小心 他知道的 什么叫做lay off 他完全知道 所以 他跟我们认同 跟我们一样 他不是一个宗教 宗教是教导你的 他不是一个教训 他是一个活生生的人 来到这个世界上 背起我们的 罪 死在世界上 付上我们罪的代价 所以我们必须 把他借到我们的生命当中 成为我们每天的朋友 成为我们每天的主人 成为我们每天的教导 然后我们可以 生命有方向 生命有意思 我讲完了之后 我就说 要不要信耶稣 那个男的就说 可以考虑 可以考虑 我说你这么考虑 考虑些啥吗 他说 听的不够多 应该回去 仔细的考虑 那我也不勉强他们 但是我就把这件事 带给大家 不要以为 今天晚上 我跟你分享的是一个理论 不要以为 我跟你分享的是一个精神的寄托 不要以为 我跟你分享的是一个宗教 我跟你分享的是一个有血 有肉的主耶稣 就是神的儿子 所以今天晚上 我要跟您分享一个故事 有一天我经过 远东福音广播电台 就是良友电台 他的录音室 我们做很多的节目 向中国大陆的同胞广播 帮忙他们跟我们一样 可以信主 了解耶稣基督 那我就看见 有一个女的一个同事 她在弄她的电脑 那么她的电脑很大 我就看见了 我说 你在弄什么东西 她说 我们要做一个节目 叫做羊脸讲羊 所以她在电脑上面 就是那个甲骨文 甲骨文那个羊那个字 我说是这样 我说 你们怎么说呢 怎么说羊呢 她就说 我们找来找去 在中国的资料里头 关于羊的资料 很少 当然有一些了 吉祥如意的一个吉祥 就是羊 喜气 羊羊 那也是羊 我说还有一个呢 那个羊在你的头上 你就成为义了 因信称义了 那个义 就是说 你从一个罪人的身份 变成一个义人的身份 因为有一个羊 在你的头上 就是因为有耶稣基督 这个被杀的羔羊 以至于你可以被称为义人 那我就说 三十多年之前 我们请了林道亮院长 到我们当中讲道 他那天说 我讲一个羊的启示 给你们听 嘿 我说我没听过 赶快的拿笔出来 于是我就把我的圣经打开 他的第一页 那个地方有一点空荡 于是我就做了一些的笔记 就记下来 十大羊的启示 第一个启示呢 就是亚当夏娃犯罪之后 他们用那个吴花果树 做一个裙子 盖他们的羞尺 神呢 就用一个皮子 给他们做了衣服 就暗示 有一个羊呢 背上 第二个呢 就是亚当夏娃 他们两个儿子 献祭 结果呢 神悦纳那个小儿子 亚伯 他所献的 亚伯献什么呢 就是投生的羊 献给神 该隐呢 献他农田里头的 农产物 给神 但是神悦纳 这个投生的羊 这个祭物 那这里头也是羊 那后来呢 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时候 刚刚举刀 要杀他的儿子 但是神说 住手 我已经预备了一个羊 在那个树中当中 于是乎亚伯拉罕 就把那个羊拿过来 但是今天晚上 我要跟你讲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信息 所以呢 请你看着我 那在还没有看之前 请把你的手机关掉 好吧 因为我不想有一些配乐 在里头 有一个羊的篇 有一篇是讲羊的 大家知道 在什么地方吗 非常著名 请看这里 我今天晚上不是讲那个 但是我要让你知道 专门讲羊的 看我 我说看我 对对对 那个是 约翰福音第十篇 那是讲羊的 那么耶稣基督说 我的羊听我的声音 我又走在羊的前面 我的羊跟随我 因为我是好牧人 我为羊舍命 因为我是他的好牧人 我是羊的门 你知道什么意思吗 原来犹太地方 很多的石头 他们就把那些石头 垒起来 圈成一个羊圈 晚上的时候呢 就把羊赶进去 赶进去之后呢 在那个开口的地方 那个牧羊人呢 就躺在那个地方睡觉 所以他是羊圈的 什么 门 是羊圈的门 那所以呢 有狼来了 第一个死的就是他 是吧 那么有敌人来了 要偷羊了 第一个死的又是他 所以他是好牧人 就是为羊舍命 大家明白我的意思吗 里头的羊小猫 偷出来的时候呢 第一个被他刑罚的就是他 是吧 因为他要经过他那个门 那所以呢 耶稣基督讲羊呢 是非常非常著名 待会儿呢 我提醒你 在当中有另外的一个意思 那么现在我们就回到 另外的一个地方 在旧约圣经当中 有一篇讲羊的 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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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著名 你可以告诉我是什么呢 就是诗篇二字三篇 因为他开头的时候说 耶和华是我的牧人 那换句话说 他就是神的羊了 那耶和华呢 是神自己的名字 所以呢 他说神是我的牧羊人 原来羊呢 是很糟糕的一种动物 他不能够保护自己的 他也不懂得保护自己 那有一次呢 我看一本书呢 讲一个看顾羊群的牧羊人 跟他的羊群在一块的时候 他就告诉我们一件事 他说原来羊呢 吃草的时候 不是往地下吃嘛 当他吃草的时候 草地上就还有很多的虫 那些虫呢 就很喜欢 遵到羊的壁孔当中 因为他吃的时候呢 他的鼻子就在那个地方 那些虫就遵进去 遵进去 又暖又湿又温柔 所以呢 他就很喜欢在那里做窝了等等 所以那个牧羊人呢 要替他除虫 这个很不容易 我亲眼见过呢 在一个 在一个兽医的医馆里头 他放了一个瓶子 在墙上 我亲口看见 亲眼看见的 那个瓶子是什么呢 是打开盖的 里头呢 有一个东西 原来是狗的心脏 狗啊 对 狗的心房 那么他把它打开 泡在药水里头 给我们看 你知道我看见什么 我看见那个狗的心脏啊 打开之后 里头都是虫啊 白色的 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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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那个心脏都塞满了 所以那个狗后来就死掉 就是因为他心脏里头都是虫 你知道狗整天都是往地下走的 是吧 所以呢 这也很难怪 那么羊也是完全一样的 所以牧羊人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另外一样东西呢 就是羊呢 非常的多疑 羊非常多疑 很笨 但是很多疑 当他吃草的时候 他就是看见旁边那些草 他说那些草好像 高一点 绿一点 肥美一点 他就跑过去 无论如何 也要在那个栏杆的地方弄一个洞的跑过去 你还记得耶稣基督说什么 他说假如我丢了一只羊 他怎么做 他说我要放下 我手上的那个99只羊 在这个地方 我要到那个地方去 把他抓回来 因为羊是太多疑了 羊是非常笨的一种动物 他不能够保护自己 我看过一本书 他这样说 他说在天上飞的鹰啊 鹰啊 他们的眼睛非常厉害 可以干净半英里之外的一个戈尔夫球 半英里啊 之外的一个戈尔夫球 所以呢 那个鹰在天上徘徊的时候呢 其实他是找他的猎物的 他一直在看 看见有老鼠 看见有兔子 他就飞下来 那么当一个鹰呢 要生孩子的时候 那我让你知道一点东西啊 原来鹰呢 是两年才怀孕一次的 两年才怀孕一次 而且每一次的 他生下的蛋呢 只有一个 有些时候有两个 非常非常稀少 有三个到四个 所以呢 鹰并不是很多的 因为他两年才怀孕一次 当他怀孕的时候呢 他就飞到很高很高的山上 找一棵很高很高的很高的树 在那个树顶上 他就开始搭他的窝 后来他产了两个鹰蛋在里头 然后那个鹰呢 就飞下来了 那个母鹰就飞下来 找什么呢 他就看见羊群在那个地方 他就慢慢飞来 他看见那个牧羊人 大卫不是牧羊的吗 是吧 他看见大卫在那 忽然之间打瞌睡 大卫打瞌睡 他就趁着大卫打瞌睡的时候 他就 他就 好像F14一样 砰的一下子飞下来 就用他的钢铁一样的那个爪子 把那个羊群当中最嫩 最胖 最肥美 但是最小的 那个小羊羔 啪一下子 把他抓起来 风的一下子就飞走 大卫 一下子醒过来 把他的扔石 摔石的那个鸡弦拿过来 还在摇的时候 那个鹰已经飞走了 所以他怎么打 也打不掉 那个鹰妈妈 把那个羊羔 一直一直一直 带带带 带到最高的山上 在那个山上 最高的树上 他自己的窝里头 他就把这个羊羔 放在那个地方 然后用他那个钢铁一样的嘴巴 啪一下子 打在那个羊的脖子 那个脊椎之上 一下子就把他 敲断 敲断了 那个羊羔 就摊在那个地方 还活着呢 但是已经不能动了 因为那个脊椎骨断了 于是他就把他的肉撕开 鲜血拼流 那么那两个鹰蛙就跑过来吃那些最新鲜的羔羊的肉 你说那两个小鹰是不是要成为鸟中之王 所以羊羔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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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羔 他说我没有缺乏的 我一无所缺 因为有神在我的生命当中 他是我的主 他是带领我的人 所以今天我要先问你一个问题 对啊 请你看着我 耶和华是不是你的母子 你心里头有没有神 耶和华是不是你心里头的居住者 他是不是看顾你的 带领你医生的一个人 假如不是的时候 你的生命有什么意思 你跟那个猫跟那个狗 有什么分别呢 我们不是野兽 我们是照着神的样子造的 我们是万物之灵 我告诉你 但是我们必须有耶和华做我们的牧者 好 现在他下面第二句了 他怎么说呢 他说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 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 可以把他打出来吗 对对对 好 耶和华是我的牧者 我必不知缺乏 是吧 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 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 他是我的灵魂苏醒 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一路 我就在这个地方停下来 好 我们先把它关一关 因为我想你们看着我 因为我现在正在讲道 所以我要你们吸收的比较好再读 那么这个地方到底所讲的是什么呢 你看着我 这是说我们人生的顺境 我在青草地上 可以吃最好的草 对不对 我在溪水旁边 可以喝最好的水 不像卡利弗尼亚 四年没有下雨了 不像这个地方 我的生命经过了香港一个非常严厉的时代 我现在讲起来很多人都不知道 我想问大家 今天发生了什么事 大地震 大地震 是不是 我看了一段的新闻 那一段的新闻说在 就是世界最高峰的那个地方 就是西藏 印度 中国交界的那个地方 发生了大地震 是9.1 9.1 超过了8了 9.1 后来有人说 不 比较小一点 小一点也是8.9 8.9跟9.1差不多了 他说 死了很多的人 我曾经问过一些人 那现在 我想你们当中有一些人是从香港来的 从香港来的老广 看着我 我现在要问你们一个问题 你们有没有听说香港大地震 你们那一对夫妇头发还是黑色的 当然没有听过 我想 我的老同学听过了 还有他的爱人也听过了 他的头发跟我也差不多 那一年 香港大地震 我住在香港八楼 你说八楼算得了什么呢 我住在十八楼 对 我的八楼是没有升降机的 所以我们每天都是走八楼上去 又下来 上学 上班 都是这样 到了我生了两个小孩 抱着一个 背着一个 下来 抱着一个 背着一个 又上去 所以现在我的身体这么好 就有原因 有一天 有一天 忽然之间 那个时候我还没结婚 我睡在双个床的 床的上面 我被摇醒 我就喊 那个睡在我下面的弟弟 我说 你起来上厕所 你就慢慢起来好了 为什么要摇我那个床呢 结果把我也摇醒了 那我就 我就很不高兴 我一看 原来他滚在地上 我们看见那个桌子 咯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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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咯啦咯啦咯啦 你们见过没有 你说很好玩啊 坐小飞机也差不多 就这样 是我亲眼看见的 后来那一次 我去听那个讲道的人说 耶稣基督说 他很快就要回来 因为有一次 他的门徒问他说 你回来之前 有什么东西 我们可以看得见 耶稣基督给了他们 四个预兆 其中一个就是 多处必有地震计划 他就说 香港从来没有地震的 但是上一个礼拜就地震 我坐在那里 我说 对呀 从那一天开始 我就认真地研究圣经 我的生命就有很大的改变 但是同时呢 我现在要问你们一问 你们有没有听过 楼下关水龙头的声音 老哈三水后 那个时候是香港 我记得不太清楚 大概是 五六五五 或者是五七年左右吧 我五七年中学毕业了 王主甲呢 就是五八年 那个时候 最最严峻 最可怕的时候 是在那一年的夏天 夏天 大家知道 很热很热的天气 需要洗澡 对不对 但是香港没有水 后来四年 不 四天 供水一次 就是放水一次 四个小时 你怎么办 那个时候香港 很多的屋子都是四层的 一日五五 他们就协调 就是第一个小时 是楼下的 第二个小时 是二楼的 第三个小时 第三层 我家住在四楼 我们就是最后的一个小时 但是当我们放水的时候 就是把水接过来的时候 假如楼下的人 经过了水龙头 开始洗一洗手 就是洗手那么小 一开 那个水的压力就怎么样 啵嚷一下子 就下去了 那么我们就喊说 关水龙头 就是老哈散水后 就这样喊下去 他们就把那个水龙头都关了 那个水才慢慢慢慢又升上 只有一个小时 四天 只有一个小时 你看日子怎么过 所以 我们需要有一个 堪阳的人 我们需要神做我们的 看顾者 耶和华 是我的 牧手 但是 人生当中 有一些是顺境 是吧 他怎么呢 他使我 躺卧在 青草地上 他带我去 吃草 是吧 他又使我 躺在 可安歇的水边 那个水 很充足 他又使我的灵魂 苏醒 让我可以认识他 让我可以祷告 让我可以接近他 然后呢 他又为自己的名 引导我走在 那条异路之上 这是顺境 我看见有人 好像好累的样子 但是我一定要讲下去 因为下边那两句呢 就不是顺境 请你看看 下边那两句 他怎么说呢 我虽然行过 死因的幽谷 也不怕 遭害 因为 你与我同在 你的账 你的肝 都安慰我 然后 下面那一句 怎么说 在我的 敌人的面前 你为我摆设 演习 你用油 你念一次给我听 不是高 是高 香高 那个是名词 但是用高 涂在你的头上 那个是叫做高 大家明白吗 用 那个是动词 那是我 他用油 高了我的头 使我的腹被满意 请吧 上一上 我虽然行过 死因的幽谷 我也不怕遭害 因为你与我同在 你是我的 牧羊人 你的账 你的肝 都安慰我 1949年 我12岁的时候 从中国大陆 跑到香港 因为中国变了颜色 大家都知道 你不知道也无所谓 因为你还没有出生 但是我要告诉你一件 刻骨铭心的事 在我的生命当中 我就考上了一个 很好的学校 但是那个学校里头的英文 程度很高 我从中国出来 连ABC也念的不清楚 怎么可以跟得上 结果那一年 我就失败了 没法子生意生计 后来我妈呢 就对我爸说 她说你是香港政府里头 最好的学校里头的 第一名的学长 你的英文那么好 但你的儿子 现在垮了 她说 你一定要用办法 把英文好好的教一教他 有一天我的爸爸来了 左手拿着刻板 右手拿着鞭子 他就把那个疼的鞭子 敲一敲那个桌子 他说从今天开始 你要坐在这个椅子上 不许动 你怎么的愚蠢 你怎么的懒惰 我不管 我爸爸说 我就要把英文 打进你的脑海里头 所以我就坐在那地方 他说读啊 我就读 This is subject 我爸爸 他说 你读英文 不能够这么小声音 想一点 我就说 This is subject 偏右一下 还不够大 我说 This is subject 他说 对 然后呢 就读第二句 第三句 Subject Object Predicate Sentance 都读 每天就这样 我一边流着眼泪 在那个地方哭 他的鞭子就在旁边 我的声音不够响的时候 就一下 我不跟着他的方法读的时候 又是一下 结果 那两个月 就是我生命当中 刻骨铭心的 一个经历 我回到学校去 黄主下 就是我们那个学校 你知道我考第几名 我考第一 那个老师说 从来没有听过 什么叫做牛津英 牛津英 就是英国的Oxford 声音 现在我听见了 这个孩子听见 他的嘴巴就是牛津英 后来我有机会在一个中学里头 用英文上课 教你这些学生 那个校长 他有一个喇叭 在每一个客房里头 每一个喇叭都可以放 但是也可以收的 他就在校长的房间当中 把我那个喇叭开了 他就回到教员 休息室里头 告诉其他的教员 他说 这个在中文学校里头 毕业的人啊 不知道为什么原因 他的英文好像牛津英 一样 他不知道 你的账 你的肝 都安慰我 后来 我心里头有一个后悔 你知道什么吗 亲爱的朋友 亲爱的弟兄姊妹 我今天好像不是在讲道 我是在讲我自己 个人的一点的经历 你明白吗 帮帮你可以吸收 我心里头有一个埋怨 我说 为什么我的爸爸 不打我多几下 为什么他的鞭子 不在我的身上 长久一点呢 假如长久一点 我现在不是进入香港 最高的香港大学 是吧 我现在没办法 我现在没办法进去 就是我的英文不够 所以我告诉你 有人问我 今年你几岁 我说是七十个七 你知道我是几岁了 我每天都还在读英文的 你知道吗 因为我觉得我的英文不够 我刚才听见楚下 讲了一两句 哇 好像一个洋人的声音 非常的羡慕 但愿我的英文赶得上他 你的帐 你的鞭 都安慰我 请看出我好不好 亲爱的朋友 亲爱的弟兄姊妹 不要逃避你生命当中的苦难 圣经说得很清楚 有些时候 神用苦难当饼给我们吃 神有用痛苦疼痛当水给我们喝 我们这一代 为什么这么成熟 因为我们都是在战争之下生长的 对不对 家贫出什么 孝子 对不对 国乱呢 就出忠诚 但愿你多多的受苦 你就知道痛苦对你有帮助 我的妻子 患上了癌症 医生说 他只有六个月的时间 但是结果神给他 三倍的时间 在这个世界上 就是十八个月 十八个月 我努力的照顾他 到了最后 他差不多要离开世界的时候 忽然之间水肿 下半身水肿 医生告诉我说 他的膀胱大概不能够排尿 所以呢 那些水都流在身体里头 我说 好 我就要把他身体里头的水 都挤出去 于是乎他躺在床上 我就替他按摩 在他那个水肿的地方 替他按摩 一直到我所有的手指 都是这样 而且每一次按摩的时候 咯咯坐下 有一天按摩完了 他就对我这样说 他说 你让我从床上滚下来 好不好 因为他已经不能够下地了 我说 你滚到地上干嘛 他说 我要跪在你的面前 我说 你跪在我的面前 他说 我要谢谢你 因为你这么爱我 我说不行 你不可以跪我 然后他就在床上 忽然之间 他的眼睛发亮 美得不能够再美 他就讲了一句话 是我一生不能够忘记 他说 我相信 我很快就会见主耶稣 你知道 我看见他的时候 第一句话 对他讲的是什么 我说 你会讲什么 他说 我就会对主耶稣说 谢谢你 给我一个好老公 爱你的妻子 不要等到 他有癌症的时候 才爱他 爱你的丈夫 不要等到 你有癌症的时候 你才说 你要谢谢他 当然我不觉得 后悔 最后 我亲眼看见他 离开这个世界 我才知道 我才知道 什么叫做 刻骨铭心 什么叫做 心如刀割 我不知道那天 我是怎么回家 因为我已经 十八个月 没有一天晚上睡得好 但是我回了家 一进门 把门一关 空空洞洞 孤孤 孤单单 只剩下一个人 是吧 然后我就回到我楼上的房间 把门关进来 其实我不用关 因为整个屋子 只有我一个人 我一下子 十八个月的盼望 一下子成为绝望 是不是 十八个月的 祈求 现在没有一句话 成全 我曾经在神的面前 苦苦的哀求他 请你伸出那个叫 拉萨洛从死里都复活的 那个手指头 指着我妻子 他那个癌症的细胞 叫他们走 因为你是主 你是神 世界是你造的 你完全可以有这个权柄 请你指着那个癌细胞 叫他走 但是神没有听我的话 啪啦 一下子敷在地上 哭得好像一个泪人一样 我为什么不哭呢 一个男子汉 为什么不流眼泪呢 他也需要哭的是吧 而且那个时候 只有我一个人 我一直哭 我一直大喊 我说神明你对我不解 你是一个残忍的神 你在我 这个晚年的时候 才从我的身上 把我的妻子撕开 你知道我需要一个老伴 但是你把它撕开 我哭哭求你 你不听我的话 你是一个残忍的神 你对我不气 我把我的生命献给你 没有一天对你不气 但是你为什么不听我的祷告 我不知道哭了 我不知道哭了多久 然后我就爬到我的床的前面 把我的上半身 趴在我的床上 好累啊 十八个月 没有一天好睡的 累死了 而且刚才发了一顿大脾气 现在累得不得了 我也不知道 浮在床上有多久 但是我知道一件事 就是我的心情慢慢慢慢 慢慢下来 就在最安静的时间 我听见神的声音 神没有对我说 冯亲起来 哇 吓死我了 假如我真是听见这样的声音 吓死我 所以我不追求那些什么 异象异梦异声音 我不要那些东西 但是每一次神对我讲话 都是很清楚的一个思想 进入我的脑海里头 我就在那个心情最安静的时候 忽然之间 神把一个意思 摆在我的脑海里头 好像电光一闪 但是清清楚楚 那个意思说 你刚才说我 没有听你的祷告 你刚才说我 没有答应你的祷告 你不要忘了 二千年之前 二千年之前 我也没有听我的爱子 他对我的苦苦哀求 二千年前在可西玛尼园 耶稣不是三次求神 把那个苦杯拿走吗 是吧 他神说 不拿 你喝吧 耶稣喝尽苦杯 死在石家上 我们才可以到石家的面前 把他的生命拿过来 成为我们的生命 你明白吗 所以我们今天就得救了 假如那天神把那个苦杯拿走的话 我们今天还是一个野兽 所以 苦难对你有帮助 苦难对我有帮助 那个思想进入我的脑海里 咔嚓一下子 我醒了 跟着我就把我的双手 摊开在主的面前 我说主啊 把他拿去 我现在什么都没有了 金钱 屋子 车子 还有孩子 对我来说 都不是最要紧的 是吧 我现在什么都没有了 连我最爱的那个人 也已经离开我了 我还有什么呢 但是你说 二千年之前 你也没有听耶稣基督的祷告 我怎么配 你把耶稣基督跟我比较 我算什么 于是后我说 把这个生命拿去 把这个生命拿去 重新使用 那个是十六年之前的事了 这十六年 我的侍奉 比起我六十年之前的侍奉 没得比 因为我是不顾一切的 所以 我虽然走过死因的幽谷 也不怕杂害 因为你与我同在 你的仗 你的肝 都安慰我 在我敌人面前 你为我摆上言习 在打仗的时候 在敌人的面前 进攻的时候 你还可以吃得下饭吗 但是他说 我不怕 因为神与我同在 他为我摆上言习 我在敌人面前 又吃又喝 我是一个胜利者 你明白吗 我是一个得胜的人 因为神与我同在 所以 不要逃避苦难 我告诉你 新耶稣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耶稣基督说 我是你们的老师 我受十字架的苦难 难道你可以安稳的 坐在家里吗 你们也要应该受苦难 但是问题就是说 你愿不愿意 把自己也交代住 耶稣的手中 让他带领你的一生 你拥有 高了我的头 高了我的头 就是说 我是先知 我是君王 我是在神面前的使徒 他拥有 高了我的头 把我的地位高举 他荣耀我 让我尊重我自己的身份 以至于我以后的生命 胜过以前的生命 我一生一世 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 我却要住在 耶和华的殿中 与他永远都在 你要不要 你要不要 你要吗 你要吗 这是神给我们的 我们的一生一世 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 请大家低头 我们造一个祷告 今天晚上在这个最后的时间里头 我想请你做一个觉知 这个觉知应该是很清楚的 就是你要不要跟主耶稣 就是神的儿子 重新建立一个新的关系 有三种人在我们当中 我盼望你是其中的一种 第一 假如你是今天晚上才来的 或者是你从来没有对耶稣基督有那么深刻的认识 你从来不知道他就是你的牧羊人 你也从来不知道十字架原来是为你预备的 你更加不知道十字架上所留下来的鲜血 直接的可以进入你的生命当中 成为你的生命 让一切把这个鲜血接过来的人 不致灭亡反的涌上 因为它是耶稣的生命 因为血就是生命 所以假如你今天晚上 不管你是第一次来 或者第十次来 这都不要紧 但是假如你的的确确清清楚楚愿意 耶稣基督今天晚上就成为你的救助 他的鲜血进入你的生命当中的话 你可以做一个觉知 你说我要跟随耶稣 在我还没有问第二个问题之前 我先问 有没有人愿意这样做 请你举一个右手给我看看 好 看见 还有没有 还有谁愿意清清楚楚的跟随耶稣 做一个基督徒的 有没有 还有没有 还有没有 假如你愿意的话 请你现在举手 好 我看见了 谢谢你 谢谢你 请你把手放下来 我第二个问题 请你继续低头 请问 你的基督徒的生活是怎么样 假如你说我是一个基督徒 但是我是一个糊里糊涂的人 我是一个不冷不热的一个糊里糊涂的人 我对于耶稣基督徒的救恩 根本就不太清楚 我对于耶稣基督的爱 根本就没有回应 我对于耶稣基督 他为我所预备的道路 我根本就不愿意走 好 今天晚上我问你一个问题 你愿不愿意重新再来 好吗 好吗 你重新再来好不好 我愿意帮助你 特别的带领你做一个祷告 假如有这样的人 请你举一个右手给我看看 有没有这样的基督徒 有没有这样的人 愿意跟神重新建立 他跟耶稣基督之间的关系 好 我看见了 看见 举高一点好不好 让我可以看得清楚一点 不要害怕 我再问一次 假如你愿意举手说 我愿意跟耶稣基督 重新建立关系的时候 请你把手举起来 举高一点让我看见 好 举高一点 不要害怕 不要害怕 好 非常的好 好 非常的好 谢谢你 愿神祝福你 第三 我问最后一个问题 你心灵里头 有没有一个特别的感觉 就是把你的一声 完完整整的交在主的手中 专心的以祷告 传道 为你的事业 换句话说 就是完全的放下世界的工作 然后走上一条 传道人的道路 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你今天晚上有什么决定 你很愿意这样做 或者是说 你正在等待 我给你一个机会表示一下 好不好 请你把你右手举起来 再给我看看 有没有这样的人 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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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恐怕我讲的不太清楚 我想问第三个问题 在我们当中 有没有人愿意 从现在开始 专心的 以祷告 传道 为他以后的工作的 请你举一个手 给我看看 好不好 好 好 我看见 在后边 好 现在 我请所有举过手的 都从你的座位上 站起来 我们准备 祷告 亲爱的救主 站在您面前的 每一位 都是非常宝贵的 弟兄跟姊妹 我们把他们的生命 恭敬地摆在您的手中 无论他们做了 一些什么的决定 您总不 丢弃我们 因为您说过 凡到您面前来的 你总不丢弃他 既然如此 我们今天晚上看见 有好几位 愿意把他的生命 完全交给您的时候 无论他们所做的 决志是什么样的决志 求你今天晚上 悦纳他们 也特别的为 坐在这儿 今天晚上听到的人 祷告 无论他听见什么 无论他心灵里 都受什么感动 求你继续地工作 以至于人 把他的高傲放下 以至于人 把他的谦卑拿出来 好好地跟随 我们的救主 从现在开始 用一个新的态度 跟随你 谢谢主 给我们今天晚上的聚会 非常的感谢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祷告 阿们